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今天的美丽小甜饼是用有超多真实白桃果粒的纯真美丽小蛮腰制作的桃桃盆栽酸奶杯 大家快来一起学吧 今天是我们万众期待的复活赛 我不知道我会跟谁PK 我希望可以遇到一个 我们在离开的先出选手当中挑选了五位进行复活赛除一比拼 争夺五强的名额 我们这个比赛的这个环境和形势真的太残酷了 他们前面被淘汰出去了 其实给他们一次机会 如果这些先出门真的做好的准备我觉得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肯定是磨刀磨磨的在那准备着要回来继续在这个舞台上一展自己的厨艺的 我要是碰到他们的话我需要做好更加更加成熟的准备 加油吧 我很难找的 欲强则强 我什么都不需要来段 复活赛 开始 把厨房交给男人 这里是湖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少年先锋成长试炼剂 先出一百 我们由复活先出来率先挑选手关先出进行对决 这也就意味着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上面所有的手关先出都是他们最了解的 那么我们复活的先出 他们会率先挑选实力最强的那个来突破自我 还是选择他们心目当中觉得实力较弱的那一个胜算更大呢 这一切都是战术 所以我们姐姐品仙团最关心的是 到底你们复活了哪五个先出 我们五位复活先出的名字跟标签就在我的百宝箱里面 好 首先是赵老师来抽 好 第一位 第一位复活的先出他是谁 其实从纯美食的角度 他是暂时离开我们这个舞台我最想念的一个先出 东 东阳君 既然提到了先出厨艺肯定是你一个必须要会的东西 但是你自己身上必须还要有其他的闪光点 其实我走的是比较创业的路线嘛 其实做东西好吃的人呢还挺真的挺多的 我希望我喜欢特别一点 那你应该喜欢那个叫东阳君的 我带来的这个料理啊是我所创造的料理里面 我觉得最好吃的 不是最黑暗的吗 其实开始以为他有做黑暗料理嘛当时 但是后来那个排骨其实还是不错的 包米面蒸肉 开始我以为它只是个噱头嘛 但是发现吃完之后是真的好吃 东阳君的这道排骨真的是今天挺惊艳我的 我觉得味觉的把控然后包括一些出品的这种形态 我觉得完全是可以是商品级的 第一局就出口 现在回来 肯定满肚子不服气 老师好小姐姐们好 再次回来心情如何 我刚刚上台之前我还觉得我已经来过一次了 就心情应该很坦荡 那我站在门口的时候感觉自己在抖 不是坦荡是忐忑是吧 我只是第一期嘛 那后面的人其实我都不太熟 我只熟悉风格 我脑子里面还在闪药不要来复仇 你听没有 我说还是跳我罗羊 咱们不是复仇赛 咱们是复活赛 活下去才重要哦 好 还是挑你觉得胜算大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忠告 接下来呢你要挑选 五位首官先除当中的一位来挑战 你要选择的是谁呢 那肯定挑我了 因为不然是你 卡斯伯 这几个可是个个都有特性 我这个位置其实看不到卡斯伯 你过来看 这边 这边可以看得到 卡斯伯长得很横 长得很横 那我今天的这个东西比他还横 卡斯伯的菜也很横 你考虑清楚哦 东阳 这个横子让我激起了我的斗志 知道吗 来吧 我觉得你太草率了 就选卡斯伯 就选卡斯伯 你选卡了一下 没有挑我 好 OK 我只能看第一个像 我来炸弹他 我来炸弹他 好的 你 很高兴又来了 精神小伙我刚刚有看到吗 老师 上一次那个Casper 他出来的时候比较晚 所以他一直说 我一直很困 所以我要多说一点话 今天看他说多少话 端朗娟 你就让他说 你就慢慢做 他就会一直说不做吗 你不用管他 因为对手很容易被他吸引 然后就沉迷进去 你一定要小心这一点 你对抗他的最好的武器 不是你的美食 有可能是一对耳塞 耳塞 然后今天我也很开心 能够遇到你 你叫什么来着 我叫东阳君 开始了 我叫东阳 东阳君 我今天把你打成东阳公了 东阴公 东阳君赶紧把你的耳塞掏出来 但是他做出来的那个 那道菜其实还不错 我很想叫他上次做的是什么 他做的叫卡鸡妈鱼 他做的是我厨艺生涯这么多年来 从来没有见过的一种料理 他做的菜 吃多了会不会变得跟他一样 你在开玩笑 就叫那个叫东阳主任过来一趟 手法真的非常的不形成 算了 这个是什么汤 晾了五百年的汤 有毒 他在挤那个鸡腿里的血水 没有这么挤的 这就是一锅端上来主厨就会直接扔到后厨的垃圾桶的东西 好的 请两位先厨 给我们展示一下你们的百宝箱里面准备的是什么 我这一次带来的这个东西很厉害 鱼界的颜值之最 现在要拿出来你们要猜一下的 这有什么好看的 它是鱼界里面颜值最丑的 它叫安康鱼 就是说 他老大叫有个灯泡的那个元素 大家就知道了 只是他现在这个灯泡坏掉了在路上 灯泡断电了是吧 好丑 但是它很好吃这个肉 它肉超嫩的 可能大家比较少见 因为它是一种深海鱼 然后因为外形又比较丑 比较难看 但是越是这种东西 有时候它越美味了 以前在网上看到一组图 就是深海里的那些鱼 都特别特别的丑 然后大家都说 为什么深海里鱼那么丑 他们说反正那么黑也没有光 大家就随便长长就好了 你会怎么做这道鱼 我决定还是用比较创意 可能你们觉得黑暗的方法 你今天要做这个干吗 要 它的干就是另一个惊喜了 里面还有秘密武器 等会你们吃到的时候 就记得了 好 期待 反正大家注意力 都在这条鱼身上了 Casper 他有鱼 你有什么 你别给我二维码 不是二维码 今天我稍微正经一点 顺水石锅 你们没有人问我 为什么叫顺水石锅吗 不在乎 顺水石锅的意思也就是顺水摸鱼 因为它跟鱼有关 所以我摸了一条鱼过来 等一下 也是跟他 你也是鱼 我也是做鱼 今天两个都是鱼 对 对 那你的那个鱼是什么鱼 这个鱼呢是从千岛湖 那应该是鱼头吧 对吧 鱼头吗 对没错 是一个鱼头 其实这一轮的拿手菜比拼 还是至关重要的 当然 因为决定了我们先出一百的前五强 两位先出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倒计时三秒钟 三 二 一 开始 鱼鱼的话在绿料里面是用的比较多的 是由关西 河豚 关东 鱼鱼 这么一个美玉 那么主要就是那个肝的话 确实是一个这个 新鲜的安康鱼肝就被称为深海鹅肝 对 它是天然的脂肪肝 法国鹅肝其实是有点病态的 对 它是被灌进去的 对 这个是天然的 现在在切的这个是 它的肉 就是它尾巴上的那一块 今天只用到 东阳的柠檬是要加到那个鱼里面 去调那个汁的呢 还是去腌的 去腥 有一个去所有鱼类腥味的独家办法 就是柠檬加食盐 所以这个安康鱼的话 一定要把它腥味给它押住 对 否则的话这道鱼的氛味就会减半 就Casper今天这么安静我非常的不习惯 就感觉跟你们之前介绍的不是同一个人 对 我还想屏息屏蔽一下 可以感觉不用了 我今天要做一个比较深沉有魅力的男人 好爱 偷什么 还怀疑我 开始了 我上一次是惊艳全场 今天我就要臭翻全场 因为我今天这个菜还是会有这个酸笋在里面 对 感觉好棒 今天的笋呢 绝对吃了不会被人笋 现在在你手上剥皮的就是这个笋 不是 不是 是不是 我确定一下他 这一点还是 这个是姜 老姜 姜还是老的辣 塔斯伯切姜的那个刀是 是哪里把砍刀吗 没错 这把刀呢 我今天要做很多就是砍的这些过程 因为 没有 因为他这个老姜呢 一定要用砍刀来切 这样的味道会不一样的 嗯 是不是 卡斯佩尔 也是 也是 林大厨你不要乱讲 我会信呢 不是 林大厨挖了这么多坑 卡斯佩尔终于跳了一个 他还答应下去了 我还在想说什么不一样 很认真的思考这个问题 我想要就是体现出我对大家的用心 所以我要自己剁出来那些东西 你为什么要用这么多姜 因为姜还是老的了 刚不是说过了吗 卡斯伯现在起的是干葱吗 干姜 干葱 干葱 词彩减错 扣五分 对不起 投票吧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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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轮先处比拼 成功晋级的是东阳君 你这个菜可以问一下做过几次了吗 在今天前 你真的很想知道吗 求求你告诉我吧 我是那个 昨天做了一次 吃完之后的导演怎么评价的呀 你的表 你他们都不用不用说什么 他们的表情已经告诉我 全场最佳 那全场最佳的表情是一个什么样的表情 我们可以看一下吗 有这个荣幸吗 我有点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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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被拒绝了吗 他们就 赢了赢了 你这个鱼头来去腌过了吗 没有腌过 就直接这样子遮是不是 对 非常好 对 原汁原味 对啊 我看到那个鱼头里面有那层黑色的膜 是不是要去掉的 对那个要去掉 不然会有土星 那个要去掉啊 不能说 不行我要吃啊 是这样的 那个Casper去不去都可以 鱼头嘛 我已经去了 把那个鱼塞去了 对对对对 你放心 去有去的好处 留有留的风味 真的很硬 他的骨头 果然是个老骨头 是老骨头 老骨头 老鱼头 他是不是你是在给我们做一个肉酱吗 我跟他都快剁了20刀了 我真的是第一次见到一个料理人 开一个鱼头 要用好几百刀的 你得多恨这个鱼头 嘿 我感觉他比我还要黑暗一点 嘿 砍鱼头下刀一定要很 一刀下去 千万不要挤刀这样子来砍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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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Casper 你现在是把那个鱼头把它腌一下 对不对 稍微腌一下 腌15分钟左右 两位先除 我们的时间还剩下40分钟 我们的时间还剩下40分钟 在我们正常的理解当中 超级新鲜的才能拿去蒸 因为清蒸你其实还是在吃本味吗 我觉得干肯定不行 干肯定可以退下来 我问个专业问题 这个番茄要不这么贵吗 他想拿到那个效果就是 你降出那个效果 只有那个炸鸡鸡把它搅一搅 这个炸鸡鸡会坏 而且可以非常均匀 然后你就失去了这种迷人的讨论 Casper 你安静的时候更适应我们的眼球 你安静的时候 你没有要散发无限反应 所以我是一个安静的男人 我也是见过爱心的 你不要胡我 东阳君这个菜脉相蛮好看的 恭喜 好的 王东阳已经完成了他的拿手菜 现在请上菜 好吃 他已经放了很多的蓝莓酱了 一开始的甜味很猛烈 但是后面的星系直接上来 东阳君的这个安康瑜 就是合格 但是我觉得今天没有惊喜 其实用海鱼来这样做的话 其实是比较冒险的 因为他的肉煮完销真的很柴的这个 如果将来再烧这样的菜的话 他建议还是用那个核鲜会比较好一点 冻鱼的这个鱼干 拿来蒸 其实是很冒险的 大量的果酱 咬进去 甜味的确是盖住了鱼心 但是甜味走后 尾部鱼心味又回来了 你的菜都特别特别的有创意 但是呢 我们之所以有打破规则的能力 是来自于对传统的了解 我已经差不多了 他可能会淋在盖子上 然后 哎 我跟你讲这时候开大火 他怎么把那个酒倒在锅盖上 这种高度酒一定是要么就是在锅内大火烹炒着火 要么就是在锅盐外让他着火 今天成功了 今天成功了 这个燥火烹炒到锅盖上 这种烹火烹炒到锅盖上 这个燥火烹炒到锅盖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趁热先吃老师 我等下再过来 Casper这个好像有现场学到一些什么东西 对 有经验了 就是一定要乐 马上就端的就跑了就散 你看Casper这个端盘 我在家都不敢装的这么随意 他真的擦都不擦一下 边边那个渣渣 你真的不擦的 擦擦擦擦 算了 不用了 擦擦擦擦擦擦 味道好就行 又有点上劲了 我的天哪 我说下这个 我吃完卡兹伯的这个感觉 我觉得和上次那个菜有异曲同工之妙 对 基本是一个菜系的 同门的 同门 不过还可以 那挺好吃的 挺好吃的 对 Casper这道菜呢 我觉得一如既往的这个口味很重 但是今天我吃到了一个特点 你最后那个酱汁没有完全渗透到这个锅底去 对 就还能吃到那种清淡的那种鲜 所以我问问你是故意这么处理的 对 没错就是故意 故意要这样做的 哇 你真的好 真的 你心不虚吗 我真的不虚啊 坦嚷嚷的 因为这个鱼肉 我想要保留一些鱼肉的这个本身的自然的味道 然后再加上这个酱如果剩完了之后 整个味道就太过重了我觉得 是的 我的确要承认你在烹饪方面是有天分的 真的 谢谢 我觉得你在技术方面其实还可以再走的再远一点 对 然后你这两道菜呢连续的其实你走的是同一个风格 迅速点燃迅速爆炸 有热情是好的 但是热情有的时候走不远 有温度温暖才是一个长久的事情 虽然 虽然 对烹饪的这个 比赛 这次来 你可能有点草率 但是有一点呢 我还是非常欣赏你的 非常真诚 对不对 做两次就是做两次 我不会就是不会 我现在把它做好 对不对 Casper 假如今天 你能够闯关 你会放弃你的演艺事业 歌唱事业 来当厨师吗 马上进入到我们的投票环节 倒计时一分钟 3 2 1 投票开始 左边的是黄东阳 右边的是Casper 钮车 收响好了吗 收响好了 来吧 好 1 2 3 走 卡斯伯 我们来看一下最终 姐姐品仙团的投票结果 请看大屏幕 Casper 51票 东央军 48票 恭喜Casper 首官成功 也恭喜Casper 已正式成为先出100 五强之一 恭喜Casper 恭喜 也感谢东央军 再次回到我们先出100 感谢 好 谢谢 谢谢 接下来我们要挑选出 第二位上场的 复活先出 好 我挑个最远的 我猜会是蔡成 之前挑战广坦的蔡成 对 蔡成很强 我想把我这个机会给她 蔡成 说不定她回来 还有那个心气神 那那一场就好看了 被人期望的时候 一定不要让她失望 所以我要打开她的位置 谈了一次 不管是谁 没所谓 希望自己能像这样 越来越放得开 越来越打开自己 让大家看上最真实的我 你好 大家好 我是蔡成 厨房里最帅的男人 你好 大家好 我是蔡成 厨房里最帅的男人 厨房里最帅的男人 最帅的男人 打领带进厨房的男人 中餐烹调师和中餐念念师 哇 红岸跟白岸都拿了 还有一张澳大利亚最高西厨的阵数 他不但有这个纸上谈兵的能力 更有实际作战的本领 我们其实一致认为 你是职业功底最专业的 这个龙虾饭太好吃了 换你这个真的是宴会标准了 相信我一定会信心满满的回来 非常开心能够再次再掀出100的舞台 见到你 非常开心可以回来 对 其实蔡成之前的表现 真的是在我们心目当中 一直是一名很有实力的干将 所以我现在特别期待 他会选择哪一位守官掀出 我会选我的一位老对手 李子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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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子峰是我们先出100钉字户的 对 他真的是钉字户 谁都撼动不了 哪怕到最后带定也是胜出 而且他是四场带定 最后胜出 李子峰这种选手 他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 完全是一个专业厨师的全流程 李子峰是现在唯一一名 依然是守官成功的 对 我感觉我现在就是全村的希望 村展来了 村展来了 全村的希望 先出100的冰箱户 介绍一下两位今天的菜吧 今天做的是一道地方餐 是永州雪鸭 对 太好了 您的表情皱起了眉头 我啥也没吃过 怎么来了这种感觉 它其实就是炒鸭子 然后它在最后的时候 会把血浇进去来爆炒 它没有一点血的腥味 但非常的鲜 很好吃 就等于整只鸭子都在这个菜里 就是那个血就是当汤去用是吗 它最后浇上去炒了 会挂在那个鸭肉上 挂在鸭肉上 这是湖南非常有名的一道菜 今天准备的是一个蛋炒饭的升级版 豪华版 这个炒饭也是通过一些朋友 然后认识到了戴龙老师 然后他跟我说了一下 这个炒饭的大概做法是什么样的 他说戴龙老师很厉害的老师吗 石神的原型 我希望今天能除了幸福感之外 还可以找到家的味道 好 那我们期待一下 两位仙厨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现在就把我们的厨房交给蔡成和李子峰 我会配一个酸辣黄瓜条 然后酸辣黄瓜条是一个凉菜 所以我会把黄瓜洋葱还有香菜等 放在方态水潮洗碗机里面 放在洗碗机里 对 提前清洗可以清除90%以上的浓入残留 非常方便 就是我们方态的洗碗机不只是洗碗 而且它可以去除蔬菜上面这些农药残留 对 很安全很方便的 洗碗机还能洗菜 对 还可以洗菜 很夸张 很夸张 因为我知道菜特别下饭 所以我需要煮个米饭 又有米饭了 你们有福气了 子芬 你煮这个米饭有什么讲究的地方吗 除了挑选米之外 我觉得对水质我要求特别严格 今天用的是纯粤的水 是经过了186项 严格水质把控的 吃起来更健康一些 因为自然水怎么说呢 它肯定是没有纯粤的水 好 子芬在处理的这个是山药吗 山药我要做个甜品 你还要再做个甜品 桂花山药烙 我喜欢吃桂花 这桂花酱是我自己熬的 哇 所以我们都是两个菜吗 风哥 你有两个吗 对 我也是两个 哇 那我们真的是一个家宴 凉菜煮食和爆炒 在我们四川地区吃炒饭的时候 必须要配一个小碟 然后小碟里吃泡菜 所以我觉得那样的地方口味太重了 所以我把它增进了一下 做的是个偏泰式一点的口味 就很脆的那种 对 你这个炒饭叫海陆空至尊炒饭 对 海陆空都有 海里的是什么 飞鱼子 飞鱼子 对 空是鸡蛋 因为鸡就属于猫 就是鸟类的东西 陆地是澳大利亚等级最高的河牛 这真是蛋炒饭的顶配版 好想吃 他在切牛肉了 我选的是菲利的部位 我不需要他太油 因为大家最怕的就是 炒饭吃到嘴里特别油 我刚才不好意思问 这和牛是什么意思 和牛是什么意思 你说心不心疼这孩子 我吃过牛和 但是不知道是什么 什么叫和牛 那是两码伤 人家也事业有成 这么多年 你心不心疼他的餐食 他原产是日本 他是日本的一种牛肉品种 我以为是合理的牛呢 比如说有水牛 有黄牛 还有海牛 对 没事 海牛你不知道 那个海涛你肯定知道吧 有 知道 鸡蛋青今天可能用不着 好 因为我们只取蛋黄的部分 能看出来这个鸡蛋是笨蛋 什么蛋 什么蛋 笨蛋 你咋看出来人家笨蛋 不是这个颜色的这个 这么橘黄一看就是土鸡蛋 土鸡蛋我们要笨蛋了 咱们 咱们 那蔡成为什么炒完那个鸡蛋 还要用刀把它剁碎 因为想让它颗粒分布更均匀吗 这个鸡蛋黄就可以 明讲就颜色特别黄 对 因为它氧化了一会儿 所以那颜色就非常非常的 叫环金炒饭嘛 对不对 蔡成你现在放的那个红色酱是什么 鱼子酱 我们一般飞鱼子都是冷冻的嘛 所以它里面会含有一些水分 所以先用清酒可以有效的去一下它的腥味 其实我们人类吃鱼子的这个岁月也是非常久远的 它是我们最早的一批蛋白质的来源 我吃过最早的软肋的是 螳螂软 小的时候我们上山上 然后山上都会有那个螳螂下的那个子 然后我们都小也不懂 然后抠下来之后那打火机一烤就吃 你们都没吃过吗 没有 是不是 没吃过什么好东西真的是 没有 原来是因为这个才攒得这么帅的 不是 因为小的时候确实也没有什么好吃的 太残暴了 可能我小时候比较贵 贵 就是雨宁吃过的好东西我们没吃过 我们吃过的好东西雨宁没吃过 我们不是一个菜系的 雨宁接下来我们好好的沟通交流一下 好吧 我觉得我以后都多跟您混吃点好东西 子风现在用的是这个鸭脯肉对吗 鸭脯肉对 因为我怕你们在台上吃会有骨头有点不太方便 因为我也会放一些带骨头的进去 但不多 因为这些外面买了鸭脏 我都有点不放心 所以我必须要稍微地焯一下水 焯永州雪鸭应该用当地的鸭子 那个鸭肉很重要 可以尝尝我做的这个 因为紫鸭它容易熟 对 适合炒 有一种是要闷的闷很久 哦 子风在永州那边不是要飞随的吗 是怎么飞随的 一般正宗的好像都不飞 就是生炒 生炒然后闷一下 那我觉得这样更多味 很容易 子风现在下锅的那个是鸭血 鸭血 马上的鸭血就下锅了 所以呢 那个鸭子为什么这么鲜 什么加鸭血 因为这个鸭走不住了之后 它的那个肉 就会更大 对对 所以你下的量就变得非常的重要 如果一多了的话 就变成鸭子炒鸭血 好 我今天带来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东西 珊瑚椒油 珊瑚椒油是什么油啊 湖南菜里特色会放的一种油 就是有的时候你吃饭的时候觉得 哎 这里面怎么有股洗滴剂味 啊 味道有点类似那种花椒油那种 啊 花椒油 明白了 对 非常的香 家里大家炒这种隔夜的米饭 其实拿出来的时候可以稍微抓一下 因为它有可能会反身 就会比较硬的黏在一起 对 还是要最大程度的保证它散开 对 哎 我注意到 今天菜城的这个炒锅是自己带来的吗 对 炒锅自己带了 啊 为了有锅气 对 什么叫锅气啊 最主要的功效就是能让那个米比较容易的散开 啊 东北的大米 还有另一个米 美国杂米 炒饭最忌讳的就是一坨一坨的里面 应该是每一粒米都均匀的吸收到它的那个调味料 对 然后和它整体的食材有一个非常完美的结合 这就是好的炒饭了 有首歌叫蛋炒饭你们听过吗 有首歌叫蛋炒饭你们听过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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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菜城用的是一个年年有余的模具 要把这个炒饭给装进去 做出一个连高的样子 我这摆盘有点好看 他要翻过来 准备翻盘 我的天啊 他翻盘也是预示着今天的挑战要逆风翻盘 要翻盘 好的 我们的菜城 拿手菜就完成了 现在请菜城上菜 我第一个要看的看看这个锅气够不够 知道了吧 decreased skill 还给我crq Keys 听闹音 我可恶不顾了 当你总共一下对 Però 自由夹不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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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Impossible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真的是挺好吃的 是不是 好吃的 跟我们的炒饭不一样 我们老家那是一块一块 完整的肉就更好吃 明白 这算是大块 子枫 可以 米饭 ok 马上跟你家 我直接拿锅了啊 太好了 我觉得雪儿还真的要配这个米饭 这真的要配 素材 来 够了 饭后甜品 我们现在点评一下 我先说蔡城的这个炒饭吧 首先呢 我觉得很好吃 它一定是很好吃的 这么多东西在里面 但是它没有给我更多的惊喜 就是它里边可能口感有很多种 但是其实它的味道 我觉得就和我平时吃的单炒饭 基本没有区别 稍稍不知道欠缺了点什么 就是还是 还是没有完全能抓住味蕾 锅气真的不够 其实你放在那边15分钟之内 如果锅气够了 它还是会冒烟的 就不需要 这个盘子我们都不需要了 它都是会碳的 紫峰哥 我说句实话 我吃不惯这个珊瑚蕾油 我是觉得这个肉肉质有点太太过于精细了 鸭谱的这个肉 如果是稍微的再选多一点 里边含油脂的 可能它会更加的顺化一点 就是综合一下 对 谢谢 我觉得你们两个今天都是一个小菜是要加分的 然后就一个甜点和这个血压 这个组合也是要加分的 就是它那个清爽 然后甜美 又把之前的那个辣 和稍微有点木浆子油的那个味道 综合得很好 你们两个这个表现 让我今天很难做 再纠结毕竟是厨艺比拼还是要有一个结果的 现在马上进入到我们的倒计时一分钟 请先除推荐官 姐姐品尖团开始投票 好 好像他俩都有下来 好 1 投票结束 我们先除推荐官推荐的是蔡成 那我们直接来看一下 一百位小姐姐组成的姐姐评选团 最后的投票结果 请看大屏幕 李子峰75票 猜选24票 所以姐姐品轩团推选的是李子峰 恭喜 所以再一次 子峰站在了带定席上的 我已经成为PK王了 真的是进入带定席 次数最多的男人 即将上场的先处是 冯伟和戴光坦 肯定还是想回来了 想去准备那么久 不可能那么轻易地就放起来 冯伟什么都好 什么都好 这个小龙虾 他的香麻辣 我觉得都是满分的 门丝豆腐整体呈现非常的棒 都快要到国业的标准了 冯伟其实他做菜也是不错的 是不是 我一直说他是个实相权能 冯伟啊你可得加油啊 顺应看看 今天我真的就是奔着广伟来的 目的可能就是想要跟他去 多切磋一些东西 多去学习一些东西 广坦身上不但有天分 还有实打实的这么多年的经验 你几乎是无懈可击了 你太厉害了 那今天做这个饺子 又一次征服了我 今天你用这种创意的做法 做出一种新的味道 我很喜欢 本来觉得红味也比较强 我做的东西 最终三次可能更符合 大家的口味 会有点担心 欢迎回来 很开心我还能回来 你一定要回来 因为你是我们这个赛场上的 实相权能 其实到目前为止 复活先处还没有挑战成功的 最好的结果就仅仅是待定而已 对 不管是你们以前是队友也好 互相帮助也好 但是今天站在这里 你们两个将是厨艺比拼的对手 狭路相逢 勇者胜 说得好 都很有气质 下面就把我们的厨房交给冯伟和戴光看 今天我做的肉鲍鱼红烧肉 冯伟你为什么复活赛这么重要的节点 你选择做红烧肉 我觉得还挺好吃的 是你自己最拿手的菜吗 差不多吧 也算是吧 我为什么觉得这块肉冻了好久 这个是早上10点左右吧 我就已经把好猪毛烙好皮了 我今天要做的菜我叫海纳白川 所以我要用的一个食材就有法国的扇杯 还有一个上海的葱油 上海的葱油是南派葱油里面非常有代表性的 因为他们是用那个小葱来炼油 而且一定要把葱须一起贴进去 他做得非常好吃 你肯定爱吃 光坦做西餐 他融合中国的味道的一些食材 就揉得很好 现在光坦在卷的是什么 这就是一些纯圈皮的 在上面刷一点葱油 然后这样在这种模具卷一下 包起来 然后就再烤香烤 这应该是我们先出去摆这一季第一位先厨 用糖直接炒糖闪的 所以这个是很考验他的功力的 看这个糖下的颜色还是蛮好看的 我觉得小姐姐们好可爱 91号说冯伟的高压锅的颜值好高 请问他这个高压锅跟别人的高压锅有啥不一样 他是坐了高铁的 是你自己带来的 我自己带来了 剃猪毛的剃须刀也是我自己带的 剃猪毛的剃须刀 我专门有个剃须刀 就是处理这些动物毛发的 听起来有哪里不对 怪怪的 但是是干净的 干净卫生的 老师我想问一下现在还有多长时间 我们的时间还剩下30分钟 我们现在还剩下13分钟 所以你们还要压五分钟 我们现在还剩下3分钟 我觉得我们还剩下30分钟 然后冯众有一个比较 我们现在还剩下30分钟 我们现在只剩下30分钟 你们现在还剩下30分钟 所以现在就一起剩下30分钟 冯伟 你要看着时间 我现在对时间特别敏感 冯伟 你这个挡风的针板也是自己带来的 自己带来 你真的好细心 感觉冯伟给自己搭了个小灶坛 对 对 广坛是在放海盐是吧 对 现在广坛还用了这个鹅卵石 然后做这个点缀 那石都别吃 好 广坛现在放的是海草是不是 对 有各种海草 就主要是给一个 那山北就放上去 周围有一个深海的感觉 广坛这个海草能吃吗 还是只是摆盘的 这个不能吃 其实海草凉拌超好吃的 对 最后一个就是鱼子酱 问一下雨宁平时是怎么吃鱼子酱的 我很荣幸 有一次吃日料 然后它是那个鹅干上面放的鱼子酱 然后上面放的金箔 厉不厉害 吃金子 贵的 这道菜一听就贵 是吧 然后底下放一块烤面包 烤面包 烤面包 我们的代光台 已经完成了拿手菜 现在请代光台上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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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真好吃了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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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 都要 我 品尽 得 因为 我觉得这个很好吃 这是刚子峰哥哥那锅 有红薯的不 对 你们怎么会偷偷藏了一锅米饭 平时你们都没有焖饭的习惯 谁知道今天一锅接一锅的 我吃完了 那我先说冯伟这个红烧肉 我觉得正对了我的胃口 没有那么的腻 而且就是米饭 非常非常好吃 所以我觉得很棒 我也很喜欢 谢谢 谢谢 在我看来你这个鲍鱼红烧肉做的挺好的 以前都会很注意就是餐具的搭配 但这次我发现你也做了西式的摆盘 还有一些点缀 这些其实一定是你来先出一摆之后 再去加紧学习的 我觉得融入的挺好的 谢谢 我觉得其实你最吸引人的不是说你的外表 你的颜值 你的气质 而是说你把每一个点都做得到细节满分 谢谢 然后广坦哥在我心里我觉得是非常棒的一个厨师 因为我是一个不爱吃西餐的人 但是你每次做的东西我都很爱吃 谢谢 但是我觉得 但是我觉得这车就翻在这个鱼子酱上了 它不但咸度过高 而且有土腥味 好 这鱼子酱质量不行 是土腥味吗 土腥味 而且你盐太多 太咸 太咸 把这道菜给毁了 我觉得你特别喜欢拿我们中国的一些好的 有代表性的一些食材来入你自己的创作 我觉得这一点是要给你点赞的 谢谢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真的花一点时间 多多烹饪我们一些中国的菜 以你的这个天赋和技术 你一定会就是在你将来 中西融合菜这个方面会有很大很大的突破 我是在努力学习 已经开始初步的迟迟 一步一步吧 谢谢老师 刚刚我吃了广坦的那个菜第一口 我就说 我的妈呀 太好吃了吧 就是感觉它激发了我的少女心 每一次吃广坦的菜就是这种感觉 所以说回来 我觉得谁跟你比赛都有点不公平 公平的 大家都是选手 公平的 对 但是我特别佩服你的是 你就说你今天就是奔着他来的 我就是奔着他来的 其实我知道他是很专业的厨师 我特别想跟这么高端的厨师在一起 我可以偷学一下 看一下怎么处理 哦 下面马上进入到我们的倒计十一分钟投票 左边的是冯伟 右边的是戴光毯 三板男选 那你自己的来了 那你自己的来了 冯伟两票 戴光毯三票 一起来看一下一百位小姐姐最终投给了冯伟还是戴广坦呢 请看大屏幕 冯伟68票 戴广坦32票 所以姐姐品仙团的投票和我们先出推荐官的投票不一致 但是现在两位先出也是要进入到戴定期 这么多戴定 非常的精彩 直升的只有 孤独的我 我录节目永远只有我一个人的 以前就是如此 即将上场的复活先处是 虞冲剑 虞冲剑 回来打复活赛 说明还是对我的一种肯定吧 我特别喜欢研究动脉里面的食谱 能够把我想象中动画片的菜让我实实在在吃到 而且很过瘾 我觉得就是小剑剑行 他把没有的东西变成有的这个东西 这个是这个舞台的 台上完全没有的一个选手 如果从我们这个先出一百的格局上面来看 最终喷喷风格也是很符合我们的 我真的很希望能在这个舞台上继续发光发热 大家好 我是虞冲剑 小剑剑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这宝盒里面装的是什么好吗 我今天带来的这个东西跟我的菜本身的关系不太大 没有关系 那就不用看了 不用看了 好 看一下 因为之前宁哥有说我其实做二次元的东西应该要有角色 所以我带来了一个 盘子 很特别 带特效 自带特效 自带特效的盘子 这不用后期加那个特效了 还是加一下吧 我给后期老师加钱 谢谢康夫期老师 今天还是要做二次元的美食 对 因为我上次答应了说如果有机会复活 我一定还会做二次元的美食 那你今天要做的是什么 我今天做的这个 他原名叫做原始人大棒 他在里面做的特别特别大 他那个大的要烤几个小时 这个如果是用牛腿骨就厉害了 买着 那你用的是什么动物的那个骨头呢 鸡 鸡 现在请你挑选一位 你即将要拿手菜比拼的 首官显出 请问你要选择的是 我选冠森吧 希望我们两个能一起待天 老师能选回来复活的 没有一个弱的 就任何我对打 我都觉得 哇 就是还挺刺激的 在这儿做饭不比在家里做饭 在这儿做饭不比在家里做饭 就这个东西没有容错率的 冠森呢 成长的非常多 他的一个专注 对得起他做出来的东西 所以我吃的时候就很满足 我觉得这个饭呢 就是基本已经无敌了 非常好吃 您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吗 就是我还是心里是有这个自信在的 好 大家好 我是丁冠森 我今天带来的是 我一直想做的一道菜 然后这道菜您哥肯定吃过 哦 我今天做的是 用东北话讲叫锅包柚 锅包柚 必须念成锅包柚 对 因为我东北人嘛 这个菜就是我儿时的一个 最向往的一种东西吧 因为小时候爸妈不是经常 总让你吃这种东西的 对 因为小时候锅包肉这东西 家里很少做 因为其实操作工艺挺难的 就是家里很少做过油的菜 其实他这个要先挂糊 然后再过油 然后再调那个汁嘛 两位仙厨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现在就把我们的厨房交给 余虫健和丁冠森 现在小健姐应该是 在做鸡腿肉的去骨 对 小健姐有一个细节挺好的 他把这个就是鸡腿肉 然后筋膜也全都给剃干净了 然后还用这个刀背 给他做了一些小按摩 这样的话这个肉质 会更加的松软一些 对 然后我现在会先腌它 你放的是烧烤酱吗 对 没有错 因为烧烤酱带点甜味 它有蜂蜜 然后这个甜味能够 把它的鲜味掉出来 小健是只做这一块吗 当然不是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剃八个 所以我其实提前腌好了 冠森你这个肉喂底口了吗 喂了 我先切肉就是为了把底口 让它有个底味 这个锅包肉真的是 因为我们太熟悉了 你说出这三个字来 我都能知道那个味道是什么 海豹做过这个菜吗 我没做过 但是我家里面都是我爸做饭 但是对外都是我妈 为什么是对外都说 是那个阿姨做饭 因为我妈毕竟是一个网红 我现在才听懂怎么回事 不是 因为我妈就是很喜欢热闹 然后很喜欢跟抛头露面 喜欢多交流 而且她妈妈还是个美食博主 就是教人做饭的 特别有条理 就感觉她真的很会做 而且也很会说 因为那都是我爸拿着手 一步一步说的 所以阿姨不会做饭 真的是美食博主吗 咋说呢 真的是美食博主吗 会 我妈做饭好吃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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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改天add一下她 我还得回家 别乱吃 现在小健姐是在 见黄油煎炒的洋葱是吧 对 把洋葱炒香之后 然后把它丢进去 进我们里面抓一点 希望这个香味可以到 第二次 小健姐 你的酱油煎炒的里面 真的拿着洋葱炒的带 你怎么没看来 月灰的鱼肉煎炒的 把这个大骨棒大一块 我先除了 我们的时间还剩下 四十分钟 现在冠森正在进行覆炸 这样的话让它表面更加的脆一些 在炸食品的时候 不过油温D跟肉里面 就会吸入很多的鱼在里面 因为高度我看它炸出来的 就没有人 因为高度那边摆不得出 哇 这个颜色有点好看 看了什么偶尽 很像什么样的 这种鱼肉 我们喜欢多好皮 这个脱包肉还是有饭的 还很浅 我用黄糖罐头搭配 这种黄糖罐头 你没想到水果就不得 对 这种叫香味儿了 我们这边都会放那个糖醋 现在跟真的 脱包肉已经出锅了 丁冠三的拿手菜已经完成 现在请上菜 这是两块 我再加一块 再加 来 建议夹上面的 可能会更脆一点 这太大块了 他这个炸的没有 所以冠生 你这个味道你尝过了没有 我没尝 所以 所以你 好吃啊 好吃啊 怎么弄点梗嘛 不是不都流行这样子吗 你今天怎么七七复活赛 你要讲反话 每一轮上来你都讲反话 我盖得不到 盖得不到 盖得不到 行 那我就先说了啊 首先这个菜你做了好多次了 我觉得做难吃 我觉得是不可能的 所以很好吃 很好吃 谢谢你 我之前吃的都是加番茄酱的 我其实很少吃别的口味的 但今天配上这个罐头 我觉得也还可以 我说不出来哪里不好 所以我觉得味道确实溜 谢谢涛哥 我是七十年代嘛 所以我们吃的那个时候呢 还是传统的做法 所以这个就是我小时候吃到的味道 我挺喜欢的 在东北 大家对锅包肉的评价是非常执着的 但是今天我们在座的五位老师 有三位 都是东北不同地方的人 都说好吃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入了魂了 特别好 谢谢佳佳 这个锅包肉 味道确实溜 溜溜溜溜溜溜 小健健的那道菜 应该现在差不多还要十五分钟 还剩多少 现在我们还剩下二十一分钟 来得及吗 来得及 小健健已经把她的这个食材 然后又刷了一层酱 进行那个复烤对吧 对 给她上色 小健太不容易了 这次可算是没完 结果旁边还弄早了 早做完也不好 不知道该干点啥 知道什么叫喇送喇吗 喇送喇就是这个 早菜的一个秘诀 就是翻勺嘛 喇送喇 我还有更难的 还有更难的 喇送购阳姐的 语妮 你真的上去 反正他有锅 你给我们展示下那个 到底是个什么流程 那个刘老师小课堂来了 我跟你说 上一次我去一个别的节目 那个老师问我 你有什么才艺 我说我的才艺是厨师 他说那你厨师翻勺 一般翻什么 我说我一般我们练的时候翻沙子 他说你能不能翻一锅水 一锅水 我说老师你这有点外行了 你有点 但是一般我们 我们那个时候就是老师 我们老师就是担动人 他说你就记住一个口诀 喇送喇 喇送喇 非常好记 喇什么意思呢 就是喇 喇送 喇 他连接就是这样 喇送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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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喇 这是小翻勺 大翻勺是什么呢 喇 喇送 勾 羊 然后这个接 带 再拿回来 但其实厨师很少有用这种的 因为太麻烦了 最后一步是到地上 把饼捡起来 再放回锅里 对 谢谢 雨林啊 我觉得这个你可以编一个舞出来 给大家宣传一下 你们学没学会 学会就站起来咱一块了 那个DJ老师 来了 来了 不错啊这个 我感觉又火了 又换了 杂事抱怨 这是我们的仙丑 喇送喇舞 好的 于春剑在最后时刻完成了他的拿手菜 现在请上菜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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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个锅包肉已经很分量很足了 跟这个没得比 你这个你一定会觉得自己嘴太小 哇哟 哈哈 这也太太猛了 我很过瘾 我太过瘾了 我吃完之后突然有种无话可说的感觉 就是这个就有点太猛了 我真的 我吃完之后我大脑应该空白 我跟你讲 就吃到顶到了那种了 你知道吗 就吃懵了 哇这什么 但是很好吃真的很好吃啊 谢谢 谢谢 谢谢你让我找到了原始人的快乐 那种原本啊 对于肉的渴望 刚刚那一刻我感受到了 太爽了 我一边吃一边就太爽了 然后就太爽了 然后就吃着 然后就 然后吃着吃那个培根子肉就掉在旁边了 就一下戳起来又放到嘴里 跟那个鸡肉在这儿嚼 我就觉得太爽了 我下回有机会做一个再大一点的给你吃 你要是这样的话 那真的就太爽了 这道菜其实在烹饪里面是比较难的 首先呢它要剔骨 腌制 然后再加上那个入味 还要呢用这个培根把它裹起来 其实比赛来讲的话 你愿意把这么难的一道菜把它呈现出来 我觉得为你的这种精神呢 我应该给你点个赞 小剑一路这么走过来 然后也做了给我们做了很多好吃的 你都是把一个无中生有的菜 还原到现实当中去 还要保证在60分钟之内完成且好吃 今天晚上是你so far做的最好吃的一道菜 你这次菜这个味道真的刚刚好 火候很好 味道很好 然后反正你俩都很好 就是该我们为难了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对 其实这道菜我觉得两个人做的真的是 不相上下 我知道大家跟我一样纠结 但是我们还是要有一个结果 倒计时一分钟 投票开始 左边的是余重建 右边的是冰冠森 好 我们倒计时 我们这边这俩给郭博肉了 你看三位哥哥 好 快点投票了 所以我们先出推荐官推荐的是冰冠森 我以为你们会是2比3的局面 一中间是因为之前他的一些准备 我们只看到了他只解剖了一个 一把腿 所以他的这个肉的解剖 还有他的腌制都是提前完成的 小剑是做这一块吗 当然不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剃八个 所以我其实提前腌好了 就是说工艺完成度来说 是稍微有点走捷径的 对 所以这一点对我们来说 是稍微有点扣分的 但是你这道菜 无论是造型 无论是味道 口感 其实我觉得你 你真的是进步特别多 你可以拿这道菜挑今天所有的先出 那我们总共100位小姐姐的投票结果 请看大屏幕 小剑剑60票 丁冠森38票 所以姐姐品仙团最终推举的是余重剑 也如你所愿 你们俩待定了 两位先出进入待定席 下面有请复活先出陈明杨上场 杨仔做菜的那种场上那种感觉 还有那种在菜市场那种感觉 我觉得那种烟火区 对我就特别怀念他 而且那个那道鲫鱼 我相信各位都是印象深刻的 我这是零油低脂的凉拌鲫鱼 卤水的味道在嘴里边能爆 如果光靠这一个鱼去开一个店 都能喝火爆 那我今天是做爆炒猪鼻精 貌似其实是一个很家常 不需要什么创意的 但是我反而有的时候 会被这种菜感动 杨仔是我心目当中的冠军人选 哈喽 大家好 我叫陈明杨 我是杨仔 我回来了 因为我在重庆上的大学 今年刚毕业 然后我想给 就是这大学生涯画一个小句号 所以我选了一道重庆的地方菜 叫做山城育儿鸡 育儿鸡超好吃 接下来有请首官先出 陈欣上场 我觉得我觉得发挥正常 我还是挺有实力的 很好地打开了荔枝露了 这道菜的一个格局 我主要是对食材的理解 还有呈现方面 还有基本东西都比较之心 加油吧 我很难搞的 大家好 我是陈欣 这一次呢我选了两个福建菜 它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全州菜 叫东碧龙珠 还有一个是班子干贝 因为它福州菜 它长得用萝卜刻成一个像大班子一样的东西 然后这两个菜有一个更大的特点就是 他们其实已经在福州的闽菜馆子里 是根本找不到了 这是一道这个失传的闽菜 我为什么想做他们两个 因为我觉得它代表了 上个时代的闽菜厨师的一种开拓创新的精神 好的 那我们期待一下 两位现厨准备好了吗 现在就把我们的厨房交给杨仔和陈欣 倒计之三秒钟 三 二 一 开始 他这个萝卜不去皮的吗 会不会苦啊 他不会 他只有那个芯 他是先取了当中的一个芯 然后再把芯里面的芯再取掉 对 这样会像个班子 这样 明白明白明白 今天陈欣现在用的呢 这个我们叫瑶柱 还不叫干贝 干贝是小的 瑶柱是大的 我两个都有用 我在福州市的时候 我觉得大干贝那个有点硬有点老 就有点柴对吧 所以我就稍微做了点小调整 配了一个小干贝 可以比较一下 那你的那个大干贝是做什么呢 也是同样的做法 一样 对 我就是时间不一样 哦 我就这样知道 可以比较一下口感 别人做饭的时候都是在做饭 你看杨仔做饭的时候特别人在指挥 小小指挥家小手 现在杨仔呢在炒这个火锅底料 对不对 大家看到刚才加了很多油对不对 对 这个就是做这个预热机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 他们两个做菜这个画面特别好 一个是超级快乐 一个是超级专注 这道菜实际上是川语菜 像四川省内包括重庆地区的 这道菜非常流行的 我都没听说过这个 真的没听说过 这个节目做到现在 其实我觉得我挺可怜小宁的 是啊 你以前都过的傻日子 就是 那你每天都吃什么呢 我的宗旨就是能吃饱 那你没有要求吗 没有特别的要求 说一定要吃好的 或者吃好多种 其实我比如说我喜欢吃这个面 我可能这一个月都吃这一碗面 你是怎么可以随便吃吃 就变得吃得这么帅的呢 行以后我就按照你那个食谱走了 就每天只吃一种面 只是乘以一个二就行 乘以一个二就行 你这一碗米饭不少啊 好舒服了 够了 现在陈欣在碗里放的是 海盐 海盐 海盐对吗 对 我以为你做米饭呢 我还在这儿 我还说太好了 我还说太好了 我们俩在这儿放够 我说够了够了 够了 差不多了 结果这一碗吃完的多厚 你是要用海盐放在烤箱里面加热吗 还是什么 没有 我怕它站不稳 只是固定作用的对吧 下次固定试试米饭 东北大米给我定一下 我还准备了一个泡泡 我觉得它这样会更像海里的东西 那个泡沫是怎么做的 那个泡沫就是多加点大豆卵磷子而已 好好看这个贝壳 你现在还要跟这个道菜是吗 对 concept o 还有虾 applicants 这个挤进去的是虾肉吗 虾肉还有香菇 还有一点备干杯 这什么东西 哦那饼干碎呢 饼干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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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anana 饼干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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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饼干硬饼干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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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鲽洗 羊仔已经完成了他的拿手赛 现在请上赛 他这个芋头有点精细 软糯到不用嚼了 这就是给我好多美味灵感的纯真美丽小南药 哇 真的超多真实白桃果粒 超级好喝 料食才真才是纯真 快和我一起把纯真美丽小南药 分享给身边的人吧 我吃你做的这些海鲜 莫名其妙能吃出一种就生化了 这个育儿鸡是吃出了幸福感 说实话只是品菜的话 同样的好吃 但是你能看出一些不同和区别 所以我们先出推荐官 推荐的是 但有些不完美 但是我觉得我还年轻 先出100官方合作伙伴 方泰集成烹饪中心 顺势上牌 猛火爆炒不跑烟 纯真美丽小南药 先出100待会儿见 纯真美丽小南药 先出100 现在继续 料食才真才是纯真 本节目由有超多真实 白桃果粒的纯真美丽小南药 独家冠名播出 感谢官方合作伙伴 方泰集成烹饪中心 顺势上牌 猛火爆炒不跑烟 集成造 全新升级 感谢指定产品 道道全 纯香菜籽油 让饮食更养生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好的 陈欣已经完成了第二道拿手菜 现在请上菜 就一定要小心 因为它很炭 我想吃一个 还有 还有一个 羊仔终于吃到了 烫烫 散一散 不 你不能咬的 很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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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想说以这个热度 它要保持那个形状至少五分钟 那个嘴型 结果它就吞进去了 知道你吃得那么烫 我就赶快吹一吹 知道很烫 我先说陈欣这两道菜吧 我吃你做的这些海鲜 莫名其妙能吃出一种 就升华了 感觉好像在大海 吃到是大海的味道 就没有那么多加工 然后可能就是原材料的那种感觉 我吃陈欣的这个菜 我真的是觉得你没有做菜 我吃的也不是你做的菜 我吃的是你带给我的那个场景感 我会不会就是坐在你的餐厅的这个院子里面 然后感受着一点微风 然后也会有人提醒我说 现在可以吃它了 但是小心你别烫到 就所有的立体的你能给到的我都给到了 谢谢 说实话因为吃你们俩的菜 都能够想象得到你们的饭店餐厅开在哪 然后杨仔的菜肯定就是在小巷子里 门庭若市 大家都搬着小马杂 挤在那里拼桌吃 然后经济实惠 好味道 然后吃诚心的菜呢 就是高洁贵 地段是黄金地段的 只是品菜的话 同样的好吃 但是你能看出一些不同和区别 反正陈兴因为已经是陈老板了 有自己的餐厅了 我们一直都鼓励杨仔要开一个自己的餐厅嘛 这个育儿鸡是吃出了幸福感的 我觉得把烟火气 把家庭的温暖 已经做到非常到位了 很好很好 谢谢赵老师 所以我们先出推荐官 推荐的是 陈欣 姐姐品轩团最终把票投给了 杨仔 谢谢 谢谢各位老师 所以两位先出现在一起进入待定期 好的 谢谢 今天就一直在待定吗 不是 不是 Casper突出重围了 你怎么做的我 Casper 这是最棒的是Casper嘛 不要 不要 接下来我们姐姐品轩团所有的小姐姐们投出你们手中的每一票 八位先出只能选出其中的四位 而这四位将成为最后的先出一百五强选手 投票 我们还是要认真地听一下先出推荐官的意见 如果在这么多菜里面再想吃两道的话 我们想吃小姐姐的肉 对于肉的渴望 刚刚那一刻我感受到的菜什么丑派 不用质疑 这真的是一番好吃的蛋糕 你刚刚刚的新结构的很好 我想要推荐的是陈欣 她是一个稳重传统 在这个技术上 创出是一个创成的蛋糕 第二转呢 我们会见的是泰坊 泰坊的感触 第一次进入到现场 她表现是哪个人 这就是两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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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转呢 我们会见的是泰坊 泰坊 泰坊 第一次进入到现场 她表现是哪个人 这就是两个人 二 二 一 投票结束 先出一百官方合作伙伴 方泰集成烹战中心 顺势上牌 猛火爆炒 不跑烟 纯真美丽小门腰 先出一百 待会儿见 纯真美丽小门腰 先出一百 现在继续 现在投票倒计时 三 二 一 投票结束 五十八票最高的是冯伟 然后是广坦 然后是李子峰 蔡成 恭喜冯伟 广坦 蔡成 李子峰 谢谢小健健 也要再次谢谢杨仔 再次感谢陈欣 谢谢丁冠森 先谢谢大家的支持 虽然有些不完美 但是我觉得我还年轻 我还能继续去精进这些东西 欢迎大家到福建王吧 厦门福州 OK 来我餐厅 我请客 我说实话 我自己没有想到自己可以走得这么远 我知道的真的是 我在家里可能都吃不到这么好吃的这个小鸡炖肉 我觉得这个就完美 外面很多的肉夹膜并没有他今天做的好吃 我觉得这个是已经超出了我们普通对肉夹膜的一个期待了 我现在我身边站着什么 这我菜是一个王塔 我能走到今天我真的觉得自己特别想 然后今天我们所有人站到一块 我觉得特别应和我们的鼓子 先处一板 我们每一个人 无论是王塔还是菜城 都做不到这个一板 我觉得是我们所有人在一起才能做到这个一板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最想说 好,加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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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要在COSPER、李子峰、代广坦、冯伟、蔡成 留在我们的舞台上成为最后的舞强 加油 接下来有请母位推荐官把通关除师服 重新穿到我们舞强的身上 有衣服啊 汪汪 哇 谢谢人哥 加油 来 谢谢 那今天呢我们的复活赛已经结束了 下一周我们将要进行的是 仙厨一百五强排位赛 而五位仙厨呢将会和我们五位仙厨推荐官一一搭档 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新鲜和美味 帅了 厨师战袍 本期不再制作你们的拿手菜 而是抽签来决定考题 之后自选食材 进入食材选定区的时间为十分钟 赢的先除拥有优先选择推荐官的权利 其实压力今天在我们五位推荐官身上 我特别担心的就是没人选我 我选择的是 我觉得你应该选我 我就想选择 单子根 我要选的是 你是我看好的那个人 如果是我和你搭档 一定能走进中餐厅 再次恭喜五位仙厨成功晋级到下一期的比赛 其实我觉得除了这么多感谢的话 我觉得五位仙厨 是不是应该给我们来一些实际的表示 我觉得就让五位仙厨呢 在下一期的录制之前 用咱们的有超多真实白桃果粒的 纯真美丽小蛮腰 做一份酸奶甜品 我们要感谢一下现场的一百位小姐姐 大家做好不好 好 那我们就期待五位仙厨 下一期 用我们纯真美丽小蛮腰 制作的甜品了 加油 加油 把厨房交给男人 仙厨一百 本期就到这里了 再次恭喜五强仙厨 我们下周四晚见 有请来 收释 超高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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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 4